PS5独占游戏漫威蜘蛛侠2 被非官方组织移植到了PC上 我来尝试的聊聊这事 各位跟着我一起吃个瓜 蜘蛛侠2发布时间是去年2023年的10月 这是一款PS5平台的独占游戏 其实这游戏上PC也是早晚的事 只不过索尼会自己官方移植 估计会在明年2025年 但是2024年1月 网上就流出来了非官方的移植版PC版 虽然这个版本有很多问题 但是民间组织还在不断的完善和优化 当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想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 那就是非官方的团队它有多厉害 它是只能做出一个蜘蛛侠2的PC版 还是可以把所有的PS5游戏 像什么战神5 GT7 美墓2 都能给移植到PC上 或者以后PS5只要出一个新游戏 它都能给移植过去 如果真要是这样 那它就厉害了 索尼该倒霉了 后来我又看了一下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去年2023年12月份 蜘蛛侠2的那个开发商 叫世缅祖 这个公司被恶意网络攻击 导致了内部计划和员工信息泄露了 泄露的东西里边就有 索尼自己官方移植的蜘蛛侠2的PC版 但是是一个未完成的版本 算是开发版 这个民间组织就是基于这个泄露的 蜘蛛侠2的PC开发版做出来的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 这个民间组织比索尼官方团队还厉害 因为它优化速度很快 我倒觉得不是这样 人家索尼根本就不着急 把这个蜘蛛侠2放到PC上 因为目前蜘蛛侠2在PS5上 仍然有利可图 现在二手光盘还卖400 索尼会在这款游戏发布的一到两年 通过慢慢降价这个策略 不断试探玩家的购买意愿 开始400你买不买 300收割一波 200收割一波 最后游戏再入会员库 再拉高一下PS会员的收入 等PS5这边的玩家想玩的都玩过了 蜘蛛侠2 然后再登陆PC再转一波 所以他根本就不着急出官方PC吧 当然了我们也不要着急去说索尼是个奸商 因为漫威蜘蛛侠2这款游戏的开发成本 是3.15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21个亿 比前作漫威蜘蛛侠成本贵了两倍 截止到去年11月12号 这款游戏一共卖出了610万份 但是还要卖100万份才能回本 由于游戏开发成本太高了 索尼要求这个市面组工作室 在未来的开发中要削减一部分开支 工作室也会裁掉一部分员工 不知道这次泄露是不是和裁员有关 不过可喜的是 漫威蜘蛛侠2销量在去年年底12月31号 已经卖出了1000万份 这本肯定是收回来了 另外蜘蛛侠全系列一共卖出了5000万份 看来喜欢蜘蛛侠的人还挺多的 最后问题来了 我们要玩哪个版本 漫威是迪士尼旗下的 像这种非官方移植版 它不是正版 迪士尼和索尼不会放任不管 其实他们已经在管了 已经在删东西了 那我的建议呢 为了得到更好的游戏体验 以及支持自己喜欢的游戏 这两个目的 买正玩玩